好来看到冠状病毒持续状态虽然未知先前的严峻 但是口罩仍是校园日常的必备品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热新引荐 上科基金会东野基金有限公司慷慨捐赠花莲偏乡学校4万片的口罩 来维护偏远地区学子环境生活的卫生安全 在疫情过后目前正在流行流感病毒 为了让学生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 16号上午就特地来到花莲中区授丰国中 将企业捐赠的口罩赠与巴索的学校 同时也获得学校校长们的支持与感谢 其实这边要感谢副议长引荐资源到授丰向来 即便疫情已经好像高预传牌 但是其实还在蠢蠢欲动 而且很多的感冒 还有一些被人的病发症 所以副议长看到这样的需求 所以引荐的口罩的资源 找到这样的资源来给我们收方箱的小朋友 副议长徐雪玉也感谢企业给予的捐赠 4万片的口罩 让花莲中区偏远地区的学校能够获得资源 让校园更安全 这两家企业社的企业公司 然后赞助我们这些口罩 让我们偏远地区的小朋友能够赶在我们的寒假到过年后 他们开写这个当中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来佩戴这个口罩 尤其是疫情过后 但是现在的流感又已经串起 那我本人就分送在各小学 所以我们第二批就会在过年之后 分送给我们的教育处 由教育处来分送给各小学或国中这样子 在这里也真的很感谢这两家的企业家 能够这么有爱心 能够想到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这个口罩的一个切法 八所国中小学校长也赠送感谢状给副议长徐雪玉 以及善科基金会东野经济有限公司 慷慨捐赠物资 舍助资源到偏远地区 让校园能够做好防疫的措施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